Hello,大家好,我是老高 咱们今天来讲一期 我个人认为 对所有人来说都最实用的一期内容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大家都知道是吧 叫打仗,用兵的 感觉上好像和我们平常人没什么关系 但其实不是这样 孙子兵法本身确实是一本兵书 但是呢,不仅可以用来打仗 还可以用来经商 所以啊,比如盖茨,孙正义都承认 他们最喜欢看的书就是孙子兵法 原因很简单嘛,商场如战场 当然你不经商也没关系 孙子兵法还可以用在人际关系上 职场 对,其实打仗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人不会打石头,不会打木头 只要是打仗,打的就是人 所以一本教你怎么打仗的书 就是教你怎么解决人际关系 但是它那个情况可能稍微极端一点 怎么整人嘛 不仅是怎么整人啊 更多的是怎么保护自己 所以你如果遇到一些非常棘手的人际关系的问题 比如有人攻击你 有人诋毁你 有人陷害你 有人折磨你之类的 这本书里都有答案 想看 想看 首先我们来介绍孙子兵法的作者 孙子兵法的作者叫孙武 孙子是对他的尊称 孙子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思想家 军事家 他在大概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候写成了孙子兵法 我以前视频里说过 牛人大概都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候出来 孔子 苏格拉底 柏拉图 师家木尼包括这个孙子全都在那个时候 孙子在写孙子兵法的时候 他20多岁啊 那个时候他还没打过仗 他在吴国的深山里面务农 他在种地的时候写成了孙子兵法 为什么呢 后来人猜测他可能是非常愿意研究一些古代战争史啊 古籍的这么一个人 就通过一些古代的战争故事 把他总结出来的孙子兵法 他不是一个战神 百战百胜的人 然后自己总结了一下 不是这样 一农民 他是不是像特斯拉一样 在脑海里会生成各种 战争的局面是吧 就模拟了 有可能 孙子在32岁的时候呢 被人引荐给了这个吴王 他当时住在吴国嘛 并且同时呢 把他这个孙子兵法也呈现给了这个吴王 吴王一读说 哇 这是个财人啊 马上是深山里把他请出来 请出来之后吴国就牛了 谁也打过来 他在哪儿得到的这本书呀 不知道 就在深山里务农 感觉好像也是天使下的高冷点神 那种感觉是吧 反正从山里面出来都是狠人的 诸葛亮别是吧 这个吴国有了孙子之后就百战百胜嘛 吴王就飘了 这吴王一飘就完了 就不听孙武的 一打就输了 结果就被人砍了头 吴王被干掉了之后呢 孙武就自己回家继续种地了 孙子这一生也就结束了 但是孙子兵法留下来 直到今天2500年过去 没有任何一本书 楚其右 就这么厉害的一本书 其实在这2500多年中 中国只要打仗 基本上都看孙子兵法 比如说春秋后面那个战国时代 比如说三国时代 打仗都靠这个东西 后来这本书在唐朝的时候传到日本 日本那些幕府将军 也都看着孙子兵法 对 日本人很多人知道 对对对 像德川家康守下的武将 每人一本孙子兵法 没有不行 好 接下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终点 孙子兵法这本书 这本书总共就6000多个字 如果要读的话 半个小时就读完了 所以是一本非常短的兵书 它短并不是说到内容少 而是里边全都是干货 没有故事 也不给你介绍什么实例 没有 就是告你怎么打仗 每句话都非常的重要 也正因为如此吧 这本书有点难懂 因为上来就告你 这么打那么打 你也不知道怎么个情况 举例无法面 所以很多人看不太懂的 今天我就尝试 用最简单的方法 解释给大家听 希望大家能够成为 生活中的战术大使 期待吗 期待 这本书总共13篇 记 作战 谋攻 行 事 虚实 君争 九遍 兴君 地形 九地 活功 用尽 听不懂是吧 不重要 这个名字不重要 而且你如果按照 这个顺序来看的话 可能就看不懂 我觉得这个顺序 稍微调整一下 好一点 其实这本书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第三篇 谋攻 谋攻里边有很多 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 比如说里边非常经典的句话 叫做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但我们经常听的是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是吧 孙子说的不是百战百胜 人家说的是百战不殆 什么意思 知己知彼 怎么打我都不输 孙子这个人特别强调不输 不自强调赢 赢不重要 重要的是不输 不输和赢有什么区别 不输包括和对方打平手 也包括不发生战争 孙子的一个核心思想 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发生战争 避免战争 对 只要发生战争 就没有赢 所以打仗的核心 是不打 而不是怎么去打 尽可能的不打 所以这个孙子兵法13篇 从整体感觉上 能有10篇都没有讲怎么打 都在讲怎么不打 是这样的 这么一个兵法 非常保守的 这个孙子为什么这么强调不打呢 就是说为什么也一定要不输 他就这么保守吗 不是这样的 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只要打仗 一旦输了就意味着死亡 打死多少个敌人都无所谓 因为敌人是无数的 但是你的脑袋就有一个 输了脑袋就没了 所以孙子强调了 不是百战百政 而是百战不代 你在这个地方发现 孙子说了一句英语 百战不代 怎么打都不死 不代 换句话说 就是说孙子不是在教你怎么杀人 而是教你怎么在保护自己 其实现实生活就是这样 保护自己更为重要 你学那么多杀人技巧没用呢 用不上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不被别人欺负 那你就是他最厉害 所以我才说孙子兵法特别的实用 大家也注意 你和别人发生矛盾发生冲突的时候 首先不是第一时间想去 我要反攻 他打你一下我就要打回去 不是这样 首先就要考虑明白 就是说打回去会怎么样 尽可能的不要打回去 能解决这个问题是最好的 怎么解决我一会会讲 那么知己知彼百战不代这句话 后面还有一句 全部的内容是知彼知己百战不代 不知彼知己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代 所以整个的意思就是说 我知己知彼我怎么打都不数 但我知己不知彼的话 我就有50%的机会能赢 而如果我不知道彼也不知道几 就纯粹想试一试的话 那基本数定战争也好 还是冲突也好 这不能试的 比如说别人要给你发生战争 我打打看那就完了 首先就是不要动 先观察收集情报 做好战咒的准备 不得不发生战斗的时候 才要去战斗 对两个国家来说也是一样 一旦发生战争 对于两边来说都是一种损壕 就很容易被第三方趁许而入 所以不打仗对大家都好 那么知己知彼里边 这个知彼很重要 知己很容易 我们知道自己 怎么知彼呢 这个内容写在了最后一篇 用监里面 所以他这个书很跳跃的 用监什么意思 就是使用间谍 监是间谍 那么间谍呢 他说分为五种 阴监 内监 反监 死监 圣监 圣监 好像还好吃 阴监是什么 就是利用敌国的老百姓当间谍 这种间谍呢 可能收集报道太有用的情报 但是很容易隐蔽 数量也可以比较多 那么内监呢 是指敌方的官员 就是能刺探到非常准确 非常有用的情报 但是败露的可能性也很大 这个人本身是敌方的叫内监 那么反监是什么 也就是利用对方的间谍来当自己的间谍 听最多可能就是反监 其中谍的无间道都是这样的 还有呢就是死监 死监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一方送到敌方那边 向里边散播一些虚假信息的 送过去的人一旦被发现就死定了 所以被称作为死监 这个人不用回来 他就待在那边 他的目的就是向那边去散播假情报 而生监是什么呢 生监是去了还要回来 把情报拿回来的人叫生监 他必须活着回来 我想当生监 但是一旦发现也死定了 实质上 最难的就是生监 就能去还能回 那了不得 怎么才能保证能回呢 这就是难度所在嘛 需要非常周密的计划 能保证他去了 不被人发现收一道情报 让他回来 其实最容易形成的就是阴间 就是利用敌国老百姓的状 给点钱 他可能就帮你收集情报了 这个难度是不断上升的 最好吃的也是最难的 那么当然了 我们会用间谍 敌人肯定也会用间谍 来刺探我们的情报 对不对 那么怎么才能防止敌人 刺探我们的情报呢 这个内容写在他第一篇里边 记 记就是作战计划 记里边有一句 非常经典的话 叫做 兵者鬼道也 故能而视之不能 兵不厌仗 只要是打仗 就是互相在骗 绝对不能让对方知道 我们能干什么 我们不能干什么 我们能得也要装成不能 而且我们的信息 是绝对不能够透露给对方 一旦我们的作战计划 被对方知道了 我们就死定了 管你有多大的实力都没有用了 比如说我今天晚上要到哪去 明年晚上要到哪去 他们都了如指掌的话 我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间谍特别的重要 只要对方有一个 比如说声尖在我们这里边 他回去了 我们没吃他他回去了 那我们就完了 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 千方百计的制造敌人的信息 敌人的实力 而千方百计让敌人无法制造我们的信息 我们的实力 这是战争取胜的一个关键 不败的一个关键 那如果我们没有实力怎么办 没有实力也没关系 他都有写 这个谋公里边接下来这句话 就解答你这个问题了 故用兵之法 实则为之 武则攻之 倍则战之 敌则能分之 少则能投之 不弱则能避之 故小敌之将 大敌之起 据这句话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实力 是对方的十位 五位 无所谓的直接就灭掉对方 就完了 如果我们和敌方势均力敌 我们就要拆分敌人 各个击破 让他不能团结 如果我们比敌人弱 那就不要打 尽可能避免一小博大 只要你认为 敌人有可能比你强 你就不要打 不管这是不是事实 只要你心里这么想 就千万不要打 不要给自己打鸡血 我是正义的 上帝保护我 那就完了 一点油能没有 从上去就是死 世君立敌也不要打 就是你如果想法的 有一点对方可能比我们强这个因素 就不要打 你不要用什么 我是正义的这些理由来 就是冲难这个概念 因为你去了时候 发现他确实比你强 你就没有机会了 神那个时候没来助你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看出来 孙子兵法是绝对的实用主义 特别的冷静 特别的理智 完全没有说 这个我们要给自己信心 我们要努力 没有这个 能不打就不打 好 《谋攻篇》里边 还有一句经典 就是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百战百胜 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你再能打 不如不打就获胜 所以孙子兵法的根本思想 就是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 如果能战胜敌人 那最好的 能试试好呀 所以要靠谋略 接下来就要说了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就是如果一定要打的话 上上策 是用谋略战胜对方 就我们现在生活中 就是这样的 别人攻击你 别人来各种烦你 各种讨厌你 各种折磨你 它是有它的目的的 你首先要了解它的目的 知道它的目的 你化解了这个目的 那就不用打了 比如说你们俩之间是有误会 你就化解了误会 就是朋友了 就不发生战争 就取胜了 当然了 如果它的目的 是纯粹的抢占你的东西 就是它非正义的 这样的事情比较多吧 这种呢 就是其次了 伐交 你就要分散它的实力 就是当然它说的这种 可能不是一个人的 就是一堆人 你这边也有一堆人 你就尽可能的分散它的实力 让这帮人都不能在一起 或者实力不能汇集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尽可能壮大自己的实力 就是你可以挖墙角 对方有一些好朋友什么的 你就故意散播一些谣言 孤立他 然后把他那些人都挖过来 成为你的人 这个时候 对方可能就不战而退了 你只要孤立成功 也不用打 根本上就是用脑筋在打 而不是用武力 再骑下策呢 是正面冲突 实在也没有其他办法 那就只能打正面冲突 下下测试什么呢 就是攻打对方的诚实 攻打对方最坚实的部分 他在这 防守了很好了 一点毛病没有 然后你去打他 我又回击 那就完了 你死定了 对方是有准备的 好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 判断形势的时候 在去分析敌我实力的时候 还没有开始打的时候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防守 因为敌人什么时候攻过来 我们也不知道嘛 是吧 所以防守特别的重要 他在敌四篇行里边 就讲这个事情 行就是讲防守阵形之类的 这行里边有一句 特别有名的话叫 西之善战者 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不可胜在己 可胜在敌 什么意思 以前善于打仗的人 都是先让自己 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 就是让自己的防守 特别坚固 他攻不下来为敌条件 然后再等待敌人的可胜之急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他可能露出马脚 这时候你就攻击的机会了 所以会不会被敌人击败 取决于你自己 取决于你的防守 而能不能战胜敌人 取决于敌人 能不能打赢是看敌人的 不是看自己 而输不输看你自己 所以不管多么厉害的人 最多只能保证自己不败 因为胜不胜取决于敌人 他露不露出马脚 有人他就不露出马脚 你就没有机会射 顶多就是个平手 大家没打 就叫打拳击 谁都不出拳 就这种感觉 对不对 你就没有机会胜嘛 但是你要保证自己不输 大家看很多电视剧电影里边 主角就是这样 比如说粤语里边 Skillfield 谁能跟他比 比如说权力游戏里边 这个雪诺 小恶魔 比如说哈利波特里的 哈利波特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类型 都是一开始都隐忍防守 受尽各种虐待 等待时机 首先保证 自己不死是关键 主角死了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当然里边比较赖皮的是雪诺 他死过一次 所以大家也明白了 机会不是说属于有准备的人 而首先是属于活人 对不对 你现在保证自己活下来 所以防守是特别重要 也是你唯一可以把握的东西 那些想攻击你的人 他就已经防守都很好了 他为什么想着去攻击别人 对啊 他可能没有脑子 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实力强大 他没脑子会他没脑子 你得聪明一点 而且在死守过程 很有可能敌人就退去了 谁只打一个没有反应的石头 是不是 你只要守得好的话 也可以不战而守 只是没败 只是没败 就可以 也可以不战而不败 比如说你是一个生产手机的厂商 有很多竞争的对手 你手机生产的很好 他们都来攻击你 制造谣言什么的 那你需要做了什么 首先不是要制造谣言去反共 而是要保持冷静 只要把你手机做好了 这些谣言可能会不攻而破 就是说你手机本身 如果真的没有问题 这些谣言自然 他就保持谣言的状态 他不是真的呀 就不攻而破了 只有很多谣言是带节奏的呀 有可能是吧 专业的 对对 但是首先你保证你自己没有问题 这些 然后呢 你要等待时机进行反共 也是要反共 也是要反共 孙子不是一个懦弱的人 他特别强调什么 我是不打 但一旦打起来 就一招置底 就是一下要你 没有名字 你等待时机 对方的手机 一旦电池爆炸了 你就狂轰滥仗 就针对他这一点就可以了 把他直接扎死 以前有什么仇 什么怨 全都发泄到这一点就可以了 就完事了 没有人是玩人 就任何一个手机厂商 他生产手机 都是有漏洞的 如果他生产东西 就是比你好了 你几乎没有机会能够反过 他要又制造谣言的攻击你 也只能忍受 但是如果他不如你 你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你要一开始表现出 特别有风度 把手机做好了 我也不是不记仇 当你不行的时候 当你出问题了 我一下就把你弄死 可是你不说 不要弄死人家 不不不 给人家留一条生路 对对 这是非常重要 一会我会讲的 孙子兵法里有的 我刚才说弄死对方 是分开胜负 就把对方击败就可以了 所以孙子所说的忍耐 不是软弱 而是等待时机的一种表现 时机成熟的时候 一招之敌 孙子认为 攻击方是很容易露出马脚的 防守方是不太容易露出马脚的 所以他来攻击我们 对我们来说是机会 他就各种露出马脚 你随便找一个 都可能反击成立 你可以一直等着一个 最大的机会都没有问题 但前提是 你自己不要露出马脚 把自己该做的防守 做好就可以 好 那怎么攻击对方 就写在第六篇里 叫时虚 也叫虚实 这篇主要讲的是如何应对战场的变化 里面有一句名言 就是 敷兵行如水 水之行必高而趋下 兵之行必水而积虚 就是说我们运兵 我们出招 要像流水一样 不要攻击对方硬的地方 发现硬的地方 直接绕过去 攻击到他软肋 所有硬的地方全部绕过来 只攻击软肋 拿软打拿就完了 没有软的 没有软就不行 一定要找到他软肋 没有软就一直等着 在前五篇 这句话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不要在关公面前所打走 他身体好 你就不要跟他发生肢体冲突 他很能讲 你就不要跟他废话 对不对 你肯定讲不过他 你还要很聪明 就揍他 对 还要很聪明 身体弱你就揍他 对不对 没错 你掌握到了关键 就是你要发现自己的特长 发现对方的软肋 用你的特长去打对方的软肋 他肯定有不行的 要是脑子也好 是你 那你就认了 有静谋包括什么 你和他搞好关系 为什么一定要招惹他 他既然能揍死你 你又跑不掉 意思也就是说 打仗的时候 跟什么面子 跟什么人情 你一顿一顿没关系 生死是关键 尽可能的让自己不要死掉 以后怎么样都行 就是一开始 你可能是受尽屈辱 都没关系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拿了那么多事 对 所以孙子兵法根本解决 是一些特别棘手的问题 而不是平常 我们用一些其他方法 可以解决的问题 那些方法 你可能自己改变一下 想法就解决了 然后我就当这事没发生 那可能就过去了 但孙子兵法这里边事 都不是说过去能过去 就是要么他要我的命 要么我要他的命 也就是这种问题 才最折磨人 一般老百姓 哪会想去如何制敌 但是总是被别人欺负 自己又被压得传不过气 孙子就告诉你几招 如果你这个人 你就是收拾不了 比如说他你领导 你就得跟他上班 你又不能辞职 一定跟他搞好关系 其实现在每一个产品 也都是一样的 虽然有很多进入产品 但每一个产品 它都有自己的特点 你不要跟最强的人 去比他最强的东西 你不能跟苹果手机 去比他的顺滑程度 你可以从其他的地方跟他比 比如说我的待机时间更长 我的相机更好 这不就跟他比了吗 是不是 所以绕开他的强项 他顺滑 你也顺滑 结果大家都顺滑 那也不会选你 只会选他 对不对 他也可以便宜 对对对 终极的方法就是比便宜 我就是成本的 还能用 当然这种避开地方的优点 发挥自己长处 就是建立在知己知彼上 你在了解对方 才知道他的弱眼 所以孙子兵法这本书 不是写给强者看的 也不是写给弱者看的 他是写给聪明人看的 就是要用脑子去作战 你是强者弱者都无所谓 你一定有赢的机会 像这个叙事里边 还有一句话就是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 为之神 就是敌我之间的这种战斗也好 这种冲突也好 是顺其万变的 你攻击他软肋 他肯定也要防守 所以你也要顺其万变 不能一招打到底 你这一招能置敌于死 可以 如果没有置敌于死 你马上就要变 再寻找新的弱点 然后再去置敌 好烧脑啊 这你就是战神了 这不是一般人 达到的境界 好 第七篇里边 军争 这就是真的正面冲突了 里边就有四个 特别重要的字 风铃火山 听过吗 结霸 对对对 格斗游戏里边就有这个 这就是战斗里边 四大要素 其实总共有六 叫风铃火山 阴雷 原文是啊 骑鸡如风 骑徐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难知如阴 动如雷 进攻的时候 就要像风一样的快 而且避开对方硬 就穿着 行军部署的时候 就要像林一样 整整齐齐的 安安静静 一旦开大了 就像火一样的猛烈 有摧毁性的 不动如山 是讲侏扎的 就是你驻兵 扎兵的时候 就要像山一样的困困 防守一定要做好 难知如阴 就是你的信息也好 你的部队的所在 要隐藏起来 不要让人知道 他们在哪 动如雷霆 一旦开大 就要特别有气势 直接压垮队 所以这六个字 是三个三个一组 风火雷是一组 这讲战斗的 快 狠 有气势 临山音是一组的 是讲防守的 安静 如山 难知 不被别人发现 整体意思也就是说 准备的时候 要尽可能的不露声色 坚实稳固 一旦打起来 就速战速决 为什么一定要速战速决 就是说 战场上的情况 瞬息万变 你不速战速决 可能一开始的优势 马上就会变成劣势 对方也不是傻子 而且如果持久战 对双方来说 都太拖累了 没有一个战争 持久战打胜了 大家都很开心 持久战打完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呆着 那么打仗里边 有一些技巧 在准备阶段 就需要做好 这个写在第二篇 作战之中 里边就说 故杀敌者怒也 故取之利者 祸也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的士兵 如果杀死对方的士兵 你就要对他们 进行精神上的奖励 精神上 对对 就是说 给一个称号战神 太厉害了 如果你的士兵 抢夺了对方的一些财物 什么的 你就要对他们 同样进行物质奖励 就是士兵 他也有喜好 有的人就喜欢杀 有的人就喜欢抢 你满足了他的喜好 他下次打仗 还帮你什么的 你不满足他的话 他抢来的东西 你不给他 你给他战神 给他个封号 他再不帮你打了 所以奖励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 打仗的过程中 抢下了敌方一个车 立刻把旗子一换 把它变成自己的车 我们通常看打仗 就打打两倍 人越来越少 不是这样的 打仗是应该打一打打打打 我们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的人越来越少 俘虏的人也马上变成自己的人 那样 劝强 你要什么都给你 上去 干掉对方 就说这样打起来 就说我们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速战速决 千万不要考虑那种 两边不断消耗那种不存在的 能用则用之 就算是一个房子抢下来 马上插个旗子 说这是我的 对方一看就吓坏了 打着打着我 怎么到处都是他们的人 所以插旗子很重要 往前迈一步 也要插个旗子 就感觉 我天 对方的势力越来越大 他们就跑了 那么整个战争的最后阶段 军争里边也有说 就是 穷寇勿破 此用兵之法也 这是我的理念 对对对 就是如果胜负一分 不要把人往死里逼 为什么 这只死地而后生 如果你把他逼到死地了 他一定反扑 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你的目的是尽可能的 把他们劝降 当成你的兵 以后打仗还能用上吗 不是杀戮 战争的目的永远不是杀戮 他不为我所用的 就是他永远是你的敌人的话 你留着他是没有用的 他如果有一丝可能 能成为你的盟友 都不要放弃这一丝可能 赶尽杀绝 是兵家大忌 因为敌人是杀不完的 你可能把这个国家灭了 灭得寸草不少 还有另一个国家 还有另一个国家 杀不完的 尽可能把他们都招安 最后统一成一个国家 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看很多电影里边 都演了一些什么 要攒炒除根的什么之类的 这不是用兵之法 这只是仇恨 就是为了杀戮 才会赶尽杀绝 这和打仗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经常说 那个制止死敌而后生 是用来强调自己决心的 说我已经把自己的后路都断了 叫制止死敌而后生 这家伙就肯定会努力 那么孙子兵法 在过去的2500年中 一直就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兵数 没有质疑 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 西方一直就没有好的兵数 西方那么多小国 他们一直在打仗 但谁打不过谁 所以就不能出一本兵数 反正你的战术也好使 我的战术也好使 怎么会有兵数呢 所以这样一本神奇的兵数 就出现在了东方 说实话 我们这本孙子兵法 在2500年内 也从来没有更新过 不需要更新 到现在多好使 所以就是这样的经典 就是在山里写出 这本一本经典 怎么写出来 其实在19世纪的时候 欧洲出现过一本兵数 一度在很多国家 取代了孙子兵法的地位 这本书呢 就是被称作西方兵胜的 普鲁士军史家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写的战争论 这个卡尔啊 打仗一点都不厉 各种被人虐 但是这个人特别擅长研究 谁把他打赢了 他就研究那个人 把他的战术总结起来 虐他最多的 就是拿破仑 所以他就把拿破仑 整个所有的战术 全都总结出来了 也就是说战争论 写的其实是拿破仑的战术 但拿破仑没写这本书 后来拿破仑很牛嘛 这本书既然受到了 拿破仑战争思想的影响 那么他的一个核心理念呢 就是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他和孙子兵法是完全相反的 孙子说 善战者先为不可胜 就是防守是最好的进攻 你只有守住了 可能不战而胜 但是他不是 防守没有用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一定要打 拿破仑就是这样 疯子一样 哎哥打 完全只跟欧洲打个遍 我看谁不爽我就打谁 拿破仑是这样一个人 就是他特别主张侵略 所以这本书活了之后呢 就发生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为那个时候的世界各个国家 都以这个作为战争思想的话 那就都不防守 都出于侵略了 因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日本当时就是这样 日本在江湖时代的时候 还是信奉孙子兵法的 所以他也不知道谁不惹谁 但是到了明治时代不一样 信奉战争论了 所以才开始扩张 到处打 你不觉得二战时候一战时候 你日本就像疯子一样 偷袭珍珠港 明显知道打不赢了 他也去偷袭 就像疯了一样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我不进攻我就死定了 他们想法就是这样 所以二战之后 就没有人看战争论了 为什么这七十年里 没有再发生世界大战 就是孙子兵法的功劳 大家都开始隐忍 都开始打嘴仗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谴责你 都是互相打嘴仗 不真的打 为什么 就是因为防守才最重要 能不打就不打 都开始看孙子兵法 所以孙子兵法对世界和平是非常有用的 首先它就不是一个侵略的思想 所以我觉得孙子兵法 大家都应该看 所有人都看孙子兵法 就真的没人打仗了 大家都得防守 战争什么战争 都等别人出错 对 一招至敌 一招至敌就完了 这样挺好的 速战速决也不影响谁 如果真的有利益纷争的话 那就能让他解决就完了 何必涂胆生灵呢 联合国应该给大家发孙子兵法 只发前五次 打那几次不用发